個人的看法,我希望行出一步 真真正正可以是普遍性的 將這個逃犯問題個案的申請司法協助可以做得到 因為作為一個國際金融城市 我們其實應該看得到我們本身守法 我們希望在這裏活動的人守法 我們亦都不幫助一些不守法的人在香港活動 這樣的情況,我覺得都是一個普世價值 大家擔心中國已經與36個國家簽了國際司法協助協議 其中包括加拿大、美國、德國、法國、意大利、英國 這些是民主先進、法治的國家 他們一樣都有戒犯回中國 中國曾經要求美國戒一個犯 美國將他戒回來,顯反他,說他破壞了那裏的移民條例 但他其實知道這是中國因為另一個原因 希望他回來的犯,美國照樣戒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說 中國的法治在國際協議上 已經受到我們認為最先進、最民主的國家接受 在國際協議上